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鬼杀队只有三个登记 路人 主角团 柱 战略的断层有很强的割裂感 但好处是将抗肠的发育器消除 极大的加快节奏 二 造门探知狼的戏之线 戏之线为探知狼前期最主要的斩杀技 嗅到敌人的破绽 然后一击斩杀的设定 在故事发展到中期的无线列车片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细致线也就成了被砍掉的设定之一 可能是鳄鱼认为细致线的设定过于无脑 影响到了后续日之呼吸的出现 三 迷豆子和鬼王探知狼不怕阳光 鬼魅之人最大的伏笔 没有埋的坑就是 迷豆子与鬼王探知狼能够克服阳光 成为究极生物的原因 鳄鱼甚至在结尾都没有给出过解释 成为故事最大的坑 而漫画中的隐喻 有一种解释为 探知狼的母亲或者探知狼酥妹 无意中曾吃过别人花的果实 不然 早门兄妹变鬼后不怕阳光 就只能强行解释为剧情需要 四 穷妻道者归属一同和青涩别人花 穷妻道者归属一同的话 出自于继国元一之口 但是核心的想法是暗示将来会出现比自己更强大的见识 也是恶于自己给玉血奋战的座的夸赞 鸡鬼元一与无惨的对决 简直就是单方面的虐杀 而鬼杀队几乎是靠着诸事的药 以及用命拖时间 直到天明靠着阳光才能战胜的无惨 鸡鬼元一 永远的神也因此被传唱 元一才是鬼灭之人天花板级别的战略 他说会有超越他的后人存在 完全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而鳄鱼埋下这样的伏笔 最后已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 青丝鲜花只是在结尾出现 被医治术的后代发现是只是在白天才开放的植物 而作为鬼一方的暗线 做这样敷衍的解释 可以认为是鳄鱼抛弃了之前的设定 从而将故事显化 草率的将鲜花定义为只是在白天开放 虽无惨找寻上千年都未曾找到 鲜花居然与迷豆子不怕阳光的设定无关 实在是一大漏洞 鬼迷之人虽然有作为长篇连载的设定 但是为了节奏和商业性 抛弃了之前的设定和苦心埋下的伏笔 每一个创作者大概都有难言之隐吧 很多时候不是想做什么就能肆意妄为的做 总得要吃饭 按本起始和附近一博 毕竟是少数人 希望阿谕老师以后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小猪的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 爱你们 どんなにうちのめされても 守るものである 好 sek 光